字幕提供 劇作人 他剛能讓他們 主持人謝謝… 做你的摩檾還可以遊這個東東 再讓我靜靜地主之一 你看看好久沒有到土耳其來玩了 這是土耳其喔 這是土耳其 你看土耳其的這個清真寺 你會看到它特色就是有這個尖塔 然後還有這個圓頂 它裡面的話還記得 所以我們不要創造了喔 唉唷 小心 可能可以當壁雷針用 不錯喔 在天上風景比 哇哇哇哇 到海邊玩 可以可以可以 這是哪裡啊哪裡啊 這對呀 你看這邊是一個叫做 Hargada的紅海的海邊 這個地方最有名的就是 這個俄國的黑手黨 還有義大利觀光客 最喜歡到這個地方來玩了 哇你看 那個地方還有天體 有沒有 看到了看到了 望遠鏡沒有望下來啊 欸好像還有流星 喔喔 喔喔 對對喔 那個女孩子我看好像 有沒有穿啊 哇 飛飛到這是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是 開羅的舊市區你知道嗎 開羅有分新市區跟舊市區 新市區都是高樓大廈 沒什麼意思 我們到舊市區來這個 宗教聖地 你看看這個地方叫做 哈森清真寺 喔 這個地方啊這個 政要大佬 每一年只要重要的慶典 一定會到這個地方來的 有一些地方還不能進去 還好今天我們在天上 可以看個清楚 哇 風景很不錯 對對對 就是空氣污染好像嚴重了一點 到處都灰灰的 有嗎 有啊是有聞到的 哇這個是哪裡啊 我們到北非 哇一下跑好遠喔 你知道 你有沒有看過Casablanca 那個電影 有啊有啊有啊 對對對 我們看到碧海藍天 但實際上你說在沙漠裡面 你看到這些北非的小房子啊 都是怎麼樣 誰 蛤 Casablanca 這邊服務這麼好 我不會講英文 有泡咪咧 說台語也會通 喔 說台語也會通 有摩塔還有這種服務 不錯你看 北非不錯吧 不錯不錯 觀光夜相越來越發達 下面還有什麼 對對對 你看像現在前面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房子 喔 下面還有什麼 那個地方 蚵仔麵線 小的蚵仔麵線 主啊喔 欸 尾夫啊尾夫啊 你草放在哪裡 我廚房出來了我都沒行 欸 我在省油 你是在我亂的 處事雲帶我在省油 你知道喔 那兩個人坐在地台上面 後面藍藍的 不知道在說什麼 以為自己做到哪裡去 你們在夢遊 好啦好啦好啦 穿了穿了啦 算了 來來來 我們到裡面 客廳去台一下 好啦 穿了穿了來 走走走 阿民說要吃蚵仔麵線 來啊 請坐請坐 來啊 吃蚵仔麵線 欸 蛤 你是穿那個 你們家的窗臉 還是穿你們家的床袋 什麼 我就是阿拉伯裔 阿拉伯 有人要買醬油嗎 有沒有人要買石油 你蓋爽 還有爆發 有沒有人要買這個這個 阿拉伯女奴 沒有 鋸器很用 這是我怎麼看到牙齒呢 要買嗎 沒有啦 要買嗎 今天是要怎樣 這邊算一千不用 五百不用 二十五不用 要一個掛你 掛上你阿拉伯油燈 不要了 阿你不要這樣 你故你自己賣多少 沒有啦開玩笑啦開玩笑 阿今天怎麼搞的 怎麼你們這邊一天 全部都什麼阿拉伯在幹嘛 沒有啦 因為我今天請一個旅行家 非常有名的 廚士營你知道嗎 喔 我知道 那個帥哥 所以要特別請他來跟我談一談 好 對啦 阿要去怎麼樣 你要去阿拉伯 去旅行啦 你不是最愛旅行嗎 我現在講給你聽阿 好阿你借我錢 我就去旅行 對 你吃你給我麵線 竹世穎我們的作家 旅行家 還有廣告明星 聽起來好陌生 都不像在講我 為什麼 出道貴寶地要多多指教 來 最近在埃及住慣了 看到這麼多亞洲面孔 在攝影棚裡面不太習慣 埃及也是亞洲啊 埃及算西亞 可是那邊人總太白了 人總不一樣 不過我聽說人家去埃及的話 都要穿像我這樣子 然後問有沒有人在賣 你這樣穿 不過如果真的在埃及 還不能這樣穿 因為在埃及穿的話 一定會被笑 為什麼 我常在路上 看到有一些外國人 他覺得他自己入境水俗 然後所以就買了一件這個袍子 就在路上你會看到 那種小孩都拉著媽媽的衣角 然後我就想說 媽 那個人是不是神經病啊 埃及人不穿嗎 埃及人他如果是在開羅的話 他覺得他是都市人 一定要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女孩子一定穿全套歐洲時裝 他覺得只有南部那種努比亞 族的鄉下的人 大概才會穿這種衣服 但是外國人不曉得 但是外 埃及人實在是非常和善 他在看到你的時候 他雖然用阿拉伯人笑你 但是他會用英文跟你說 很好 就像埃及人一樣 非常好 那外國人聽了越來越高興 在路上就昂首擴步起來 我聽你這樣講 我就想要把它脫掉 不要不然你剛剛來跟我 講說穿這個很像埃及人 我真的這樣穿 OK 我們現在來談一下好了 因為我知道你的身份有很多 你有作家的身份 有旅行家 有廣告明星 你拍過哪些廣告 其實大部分是拍飲料廣告 喜餅廣告 然後 大概就是看哪個錢多就拍什麼 不不不不 原來是為了錢 不是你拍過哪一些比較 大家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你的哪一些比較 如果最近還在播映的話 因為可能大家印象比較深的是像 超群喜餅 還有缺少檸檬茶的廣告 都是現在還在播的 這一段剪掉 他因為他廣告 有廣告協議 OK 好 不過你旅行這麼多的國家 你是為了增加你的旅遊經驗 是什麼樣的一個目的 讓你走遍的國家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台灣待不下去了 所以一定要出走一下 那我總覺得我自己是沒有辦法 在同一個地方待太久的人 那我希望到每一個地方 去學不同的事情 有時候我自己形容 我自己的生活很像傭兵 就是看哪邊有工作 或者哪邊 我覺得有有趣的東西 我就去帶上一陣子 等到我覺得 我該學的東西學得差不多了 然後又開始轉戰 所以我覺得這種傭兵的生活 好像也還不錯 是 所以你是純粹要為了做傭兵 看你的體格可以當傭兵 當一輩子 能當一輩子傭兵也不錯啊 那你現在怎麼樣 已經留在這個埃及 已經很不幸的 已經拿到埃及居留證了 然後也覺得埃及這個地方 或者中東這塊土地 好像可以住一輩子的感覺 那你真的認識阿拉伯文嗎 應該可以算是 因為你在那個地方 亞洲人其實很孤單 其實沒有什麼亞洲人 那你每一天會遇到很多事情 我們都知道 中東人性格其實非常直 所以你很多事情 你一定要跟他們當面去爭取 去阿拉伯文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在路上你每天出出入入 阿拉伯文不會都不行 那你會寫漁夫漫畫 就用阿拉伯文寫嗎 這個就太難了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沙漠靠海 所以沒有漁夫這個字 他寫這樣子 寫個最簡單的阿拉伯文 那其實我也會寫 你寫完以後我再寫好不好 真的喔 真的 那我把漁夫這個名字 然後翻成阿拉伯文的字母 好不好 主持人請你寫 那我就換掉這個白癡的衣服 這 這是什麼意思 你要 你拿反的 你要拿正的我才看得出來 喔 拿反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用 漁夫的名字我找到 就在阿拉伯文發音裡面 最接近的諧音 對 就是 我們念起來 是像漁夫這個音 怎麼念 漁夫 然後這裡有個 小小的音表 是這個語氣終結 那這是漁 這是由右至左就對了 對 由右到左就好 我們寫中文一樣 所以通常他們寫的時候 他們會大概有一點直的寫 但是看的時候橫的看 喔 這樣子喔 很奇妙 我也會包阿拉伯文 我寫給你看 好 我寫給你看 越來越崇拜了 對 萬事通了 來 這個你就錯了 阿拉伯文的阿拉伯數字的話 那我就來告訴你一下 所謂的阿拉伯數字呢 1 是 這樣子 2 3 4 5的話呢 就只有一個圈圈 喔 對 那所以其實每一個數字 它所代表真正的阿拉伯數字 應該是像上面這樣 喔 是阿拉伯數字 又吐嘴了 吐嘴了 我自己在那裡很開心 OK 來… 祝吉 祝吉 我叫你去幫我找那個楚思穎的資料 你哥找來沒有 請叫我 救一大俠 為什麼 我現在練就了一個新的刀法 我去把你的最新的消息呢 拿到手中 然後用我的最新刀法傳過去給你 好 接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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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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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感受太好耶 喔 不過以上準屬表演 兒童請勿學習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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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漁夫真心社拿到了你的秘密 來看看是什麼樣的秘密 沒想到我的秘密還這麼危險 你的秘密通常藏在這一張紙裡面 這有夠拍照 我還以為應該一整卷 怎麼才這麼一張紙 沒有啦 這個是比較…是比較這種簡略的啦 好 因為經費有限 這是極機密 來 褚士營的出入境資料 1988年在新加坡 英華學院立志以旅行為人生目的 那麼1989年呢 就是已經 已經到沙勞越、韓國、馬來西亞、印尼 亞洲十余國 去了十幾個國家了 對 在那一年裡面就毛起來旅行 真的啊 1990年已經到地中海、愛琴海、太平洋各島 那一年去了幾個 那一年啊 那一年才喜歡海 所以只要是海的地方都去 然後1991到埃及、東歐跟南歐 1992年到俄羅斯波羅第3小國 差一點留學西伯利亞 對那個入學簽證都已經辦好了 不是發生勞改 本來想多到夜庫體 想說在台灣念不下去了 好像到那個地方念 想一想好像環境還不錯 然後那邊又有幾個朋友 他答應說冬天要帶我進去練那個麋鹿 然後我還可以背那個鹿角回來 我會想哇這個好像很酷 然後他們釣魚釣起來 因為那個溫度都平常就是攝氏 零下四、五十度 他們一釣起來 那個魚已經結凍了 所以直接拿那個刨刀削片 這是現成的冰凍的薩西米 然後這是他們代課最好的菜 我聽了就非常羨慕 真的是差一點就去了 所以你就是決定 那一次差一點就留學 那一次差一點真的 我學校都找好了 那1933年的時候你跑到 1933年我年紀沒有那麼大 1993啊說錯了 這個老花眼 泰國日本的定級立官寫作 也不適合完了啦 我發現這兩個地方非常適合寫作 就是關在旅館房間裡面 然後專心的寫寫作 然後晚上再出去吃吃喝喝 我覺得這實在是人生最高享受 日本跟泰國這兩個怎麼會連在一起呢 日本跟泰國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熱一個冷 夏天去泰國 冬天去日本 是這樣子 真好命 1994年到印度尼泊爾待了兩個月 瘦了8公斤啊 天天拉肚子怎麼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印度人那個飲食 還有水太髒 然後又窮 然後天天就坐火車啊 搭巴士這樣旅行 就是吃什麼拉什麼 不過聽說是有一種說法 是說你去旅行的時候 最好是吃他們的食物 比較不會生病 我原本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吃 可是不管吃多少就是好像覺得那個 嘴巴一直到腸子中間距離變很短 你知道嗎 所以幾乎是同步演出 所以你就是1994年到印度尼泊爾去瘦身就是了 好那1996年是取得的埃及的居留症片坊中東有一次叫廚房 就是已經開始去 這時候你已經開始在這個埃及中東這個地方 應該說從埃及開始第一次去五年半以前 然後中間就陸陸續續只要有機會就去 然後比如說有課就休 然後或者是常常也是在兩地這邊跑 那只是說好不容易終於疏念到一個段落 然後又繼續在那邊繼續念研究所 那因為這樣的時間然後去了中東的一些國家 那感覺上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就決定要留在那邊開始念書了 不錯 有點埃及的臉出現 然後你的這個旅行的裡面非常多的國家 看過這麼嘴硬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就是我的埃及居留症還有中東一些國家的簽證 所以這些他們看到這個的話是表示你可以 這個就表示非觀光簽證 表示我不是觀光客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工作也可以居留 那你現在在埃及是念什麼 我在埃及念新聞 現在在那邊念新聞 埃及念新聞 埃及有新聞嗎 不只你這樣問我 連我的教授都這樣問我 我們有一個東西很有趣 這個就是在東京拿的蒙古國簽證 所以你看即使是他們一直致力在推行門文 但是一般來說他們最通行的 還是用俄國的文字來拼成的蒙文 不過這個蒙古不是我們的國土嗎 他為什麼用英文寫呢 這個是外蒙 外蒙也是我們的國土啊 這樣子 你這樣跟蒙古人說的話 那個刀子可能等一下就會吃進去 這是我的教育告訴我 最好去那邊過中秋節 這個問題就大了 他會 月餅裡面會藏那個 對…會放一點披霜啊什麼的 放一點披霜 OK 這都是你在這個中東玩的一些 對…可不可以說這些你的… 中東像這裡是在阿布森佛 就是在埃及的南部 尼羅河上游跟蘇丹邊境的地方 那這是他們最大的一個神廟 那其實不要看這個小小 其實這每一個人喔 大概都是在只有他腳踝這麼高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 比如說整排的整個神像 看的時候你會覺得 好像五滴鐵金剛要出動 是 對…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因為聯合國他出了很多錢 因為這個地方蓋水壩 所以他們簽廟把它簽到山上 不過我聽說這個埃及人都相信 那個金字塔是外星人蓋的是真還假的 嗯… 埃及人根本不在乎金字塔是誰蓋 他們只在乎觀光客來不來 所以他們一直覺得 當初蓋金字塔的人非常聰明 因為一個金字塔養活了 現在一整個埃及的人 不是有什麼外星人的 他們完全不在乎 他們只保佑當初蓋金字塔那個人 現在上天堂 那這是哪裡 像這個是紅海 紅海喔 其實在中東來說 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地方 因為你知道沙漠 能夠突然湧現出一大片水 簡直是像奇蹟一樣 那這裡面紅海裡面 有一半以上的魚類 都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 因為它是一個封閉的水域 所以你在那個地方看到的魚 每一條都大概這麼大 然後幾百條熱帶魚 每一條都這麼大 從你眼前這樣掃過去 你真的被它尾巴這樣拍到都會痛 非常非常清澈 所以你在那邊浮淺的話就 非常的美麗 潛水浮淺 我覺得這都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別的地方 因為你看到的每一條魚 都是稀有魚類 那像這個整個中東 它的摘戒月的時候 摘戒月的時候 因為晚上 整個晚上大家都在吃喝慶祝 所以白天的時候 都顯得非常疲倦的樣子 不只人睡著 連貓都睡著了 這是我家樓下管車的伯伯 這個 是在跟你管車子 當然我沒有車 我是就兩條腿走的 打別人車就行了 像這裡 就是中東的那個山脈 從西奈山延伸下去的複枝的山脈 那你會看到 一般只要你到了沙漠 中東的沙漠 不產有石油的地方 由牧民族所住的 就是這樣的房子 和這樣的景象 還有這樣光圖圖的山 你實在很佩服 他們如何能夠生存在這個地方 是 如何能夠生存 如何能夠生存 我實在也不曉得 對 這邊的話像北非 我們一般印象裡面 好像北非電影 Casablanca 應該是風光明媚 但是實際上你如果真的到北非 因為他們是一個非常窮的地方 每個月的平均所得 一個成年人 大概頂多三五百塊台幣 就已經很不得了了 所以他們整個 你看到在光秃秃的沙漠裡面 所蓋的公寓 和他們所住的環境 都是這個樣子 一眼放過去看到 就是這樣黃色的一片 那個有沒有什麼 像阿里巴巴士大道 在門上圈個千圈 有沒有 沒有 他們倒是喜歡在牆壁上 畫一些他們平常看不到的東西 畫飛機 畫輪船 畫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也是實現他們一些 在日常當中 沒有辦法實現的夢想 對 像這些土耳其的教堂 就是在 土耳其等於是 中東世界的邊境 對 突厥 像這種圓頂的教堂 跟這種尖塔 就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的漂亮 比如說在基督教佔領時期 他們也曾經被改作教堂 所以基督教堂跟回教堂 他們我覺得裡面 其實差不多 像這種回教堂裡面 清真寺 它一樣有彩繪玻璃 一樣有那種祭壇 所以 有時候也搞不太清楚 你到底記得是一個教堂 還是一個清真寺 是 OK 這張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照片 不過只有一個人 奇怪這個可能是什麼 重要的是這個人 這個哈山是 還是什麼 哈山的哥哥 還有你這麼多的這個東西 等一下我們再再來講 你如果要去 來 這誰 不要這麼兇 這是你們家的 當紅新聞女主播 馬雨沛 這是什麼爸爸嗎 沒有沒有 求婚未遂的人 我記得在回來的時候 他在媒體上 我們看到好幾次報導 就是他到埃及區 最快樂的事情就是 就是有一個男人 跟他求婚 代價是200頭駱駝 然後就是這個 自稱為埃及考古學家的導遊 就是這個 那馬雨沛是要摺著臉嗎 沒有 那時候他還很高興 結果過幾天報紙 結果又出來 另外有一個外景隊去那裡 結果那女主持人很高興地說 有人跟他開架2000頭駱駝 所以如果他有什麼錯的話 就是他開架太低了 那不是 他們不是一個都可以取好幾個嗎 對 沒錯 他已經有兩個了 所以馬雨沛是第三的 這個馬雨沛是沒有 不可以 他已經沒有想到 我有這張照片 OK 你說起這麼多東西 這些是什麼 其實這些是一些很好玩的 像這個我們看到 埃及的死神在古傳說裡面 我們如果在壁畫 你會看到這種狗頭 人生的這個神 他常常就是由他來做木乃伊的 然後也是他來量人的心臟 人死之後你要把心臟挖出來 然後看看你到底你的心臟是輕還是重 那到底應該上天堂還是下地獄 他們也有所謂的最後審判 是要看心臟大小 看心臟的重量 他會放在天平上面 那如果那種心臟腫大的人 心是非的 心是非的 那你看上面戴著這個王冠 代表是下埃及 就是埃及北部的這個地方的王 那這個老鷹之神 對他們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太陽的象徵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的崇拜老鷹 那到現在 那埃及航空它的那個標誌 也就還是用它的頭 用它的側臉 然後作為他們公司的標誌 埃及航空一定要付我廣告費 那這些那個駱駝呢 這些 我收集了許多的駱駝 那這些都是我平常只要有閒錢的話 在中東就是看到喜歡的 就買一隻兩隻 然後想組成一個埃及的駱駝商隊 因為你知道 在埃及你對一個人 不是 可以繼續講 兩千頭我可籌不到 不過像它每一隻 它全部都是由一塊木頭雕成的 然後像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 也是非常非常有手工藝品的紀念價值 因為你如果你沿著尼羅河旅行的話 你會發現沿著河會上百頭 好幾百頭的野生駱駝 就在尼羅河邊 然後在野藻樹下 然後對著來往的遊客嘶吼 非常非常的棒 我一直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的駱駝商隊 這是什麼 這個 你拿到神聖的東西 這是可蘭晶 哇可蘭晶啊 可蘭晶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裡面 每一夜 你有沒有打開感覺到一陣光芒 我突然感覺到我有神性起來 回家開始信這個回家 信這個回家不吃豬肉 娶好幾個老婆 其實真的在中東 能夠娶好幾個老婆 有能夠負擔得起的實在非常少 而且他們另外還有一個規定 你如果要娶二老婆 一定要大老婆同意 你如果要娶三老婆 大老婆二老婆都要同意 意思就是說如果這個大老婆 不喜歡你要過門的女人 這個婚姻就無效 所以實際上他們也還蠻尊重女性 你跟我們不太一樣 就是像我這種已經有家世的人 就是一出門的話 一定要去這種比較進步的國家 如果去落後的國家 小孩子就會害怕 或什麼 我有一次去這個深圳 那小孩子被那個盲牛嚇死了 像你一個人是比較純粹的可以去旅行的 那我如果要學醒這樣 當然不可能啊 你覺得呢 其實很容易 因為你在埃及的話 或在中東 你也會常常看到歐洲的夫婦 然後帶著可能才兩歲 或者甚至還在強保中的嬰兒 他們就這樣跟著旅行 甚至小孩子只要會走路以後 就全家 然後搭著巴士 然後在整個中東旅行 我覺得其實那是一個習慣跟勇氣的問題 那至於國家 我覺得沒有什麼落後不落後的差別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一部 值得他們自己驕傲的歷史 所以他們都一定會覺得他們自己有 可以跟這個世界比美的文明 那我覺得如果從小 讓小孩子能夠感受到那樣的氣氛 他能夠去尊重各種文明 那去拋棄我們現在所想的 什麼叫落後 什麼叫文明的那個標記的話 我覺得小孩子會成長得比較健全 不過我看你也是拉肚子拉得好 我還是撐了兩個月 對啊 你的書呢 我看好多 這個愛琴海游泳 這個是奔向牛河 飛入加德滿渡 你為什麼每本書都是你自己的這個 你都是你自己的照片 實際上也不過這三本書有我的照片而已 那到目前為止我有十六本書 所以十六分之三其實好像也不太多 那我想可能大家都在想要試試看 你也知道前幾年經濟不太景氣嘛 那要設計封面可能比較貴 所以照相可能比較便宜 不是我看你這個都特別設計的 其實沒有 是出版社的意思還是你本人的意思呢 我想是出版社的意思 那我們也決定說沒關係 我們來玩玩看看 看看效果好不好 所以結果呢 結果你沒看到最新的一本書 就沒有照片了嗎 是這樣嗎 那你本身有沒有在台灣這個 台灣的旅行 你除了國外以外 台灣自己本身的旅行 你有沒有去走過呢 其實我每一次只要回來 我大概都會走一趟中橫 利用半夜的時候 就是從花蓮的新城 然後一直走到太魯閣 然後利用正好一整個晚上的時間 那就是跟著出家人醒腳的同樣的路徑 然後可能就在這樣的一個山路當中 一個人這樣慢慢的走 有時候有一兩個也是在佛料街中修行的朋友 他們就在同樣的一個路上 然後我們一路思考 然後我去記台灣的山水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那是半夜的中橫 應該是最能夠代表台灣的景色 我每次回來都希望自己去記得那種感覺 不要忘記然後再出發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台灣的整個全島你有走過了就是 對 那在讀書的時候 我也就是會去騎腳踏車然後換島 也是騎著整個人不成人形 會不會寫一下台灣的 其實只要有機會的話 我也希望能夠做一些台灣的東西 敬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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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效法 我也要效法 救急 你說什麼事情 我只想知道說 要去自助旅行要具備什麼條件 不過我知道第一點 第一點要錢對不對 那這個錢就是漁夫要供應嘛對不對 好 那我決定了我要去自助旅行 還要救急 你是要問那個自助旅行的必備條件 你是不是要救急 第一條件是錢 靠你 我幫你問一下廚世穎啦 OK 什麼樣的條件好不好 我想問如果要自助旅行 除了借錢不要講 好 其實自助旅行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就是你的心胸要寬大 就是你自己不要有心理障礙啊 覺得別人歧視你或者是 你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個地方落後 而且你只要心裡 你覺得大家都是人 那反正你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包容萬物 我覺得你有自己這樣的胸懷 不管語言 不管財力 不管是其他的條件 我覺得都不會造成影響 只要你自己心胸夠開懷 我覺得你在這個世界上 就算你只擁有一百塊美金 你在世界上還是可以過得很好 好 OK 今天非常謝謝你 不過這張照片 我是不是可以可以商量一下 我來拿去送給馬宇佩當機店 他可能現在會拿飛鏢去射 他用刀子順便給 成套的還不錯 你去的時候嗎 對 他去的時候他來 走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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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